大家好,我是FX168的点评师顾俊文 那1月23日和1月24日就由我暂时来代替朗老师来做这样的一个每日操盘必读 同时我们从1月24日起将进入春节假期 那春节假期期间操盘必读将会停止 那春节假期结束之后,我们将继续恢复操盘必读的更新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就进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那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美元指数 毕竟美元指数在所有的品种里面可以算是一个定基调的这样的一个品种 那目前来看美元指数还是维持日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正道 但是它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但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底部结构,底部结构 结构它必须要确认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底部 否则的话,它也只不过是一个雏形而已 我们其实可以看见美元指数它在这个位置 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双底 或者理解为它是一个头肩 都可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底部结构 同时我们可以看见在97.80附近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阻力区间 而这个区间可以称之为是美元指数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多空转换位置 所以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多空转换位置的时候 有两种操作方法 第一种选择在97.8附近尝试做空 这是一个左侧的交易方式 左侧摸顶朝底 因为这个位置一旦被突破之后 美元就会确认涨势 所以这个就是空头最后的防守位置 短线多头也会考虑在这个位置获利了结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面去进行操作 是对于看空美元指数的人来说是一个最理想的机会 相反如果说是看多美元指数的 那这里就需要等一等 这个位置需要有一根阳线 实体站上97.8 才能够突破原有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从而确认底部 但是如果说真的要确认底部的话 光突破还没有办法 可能还需要再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位置大家如果有考虑过 这个位置收出一根阳线 就会发现这个位置一旦收出一根阳线 就会在这个位置形成K反 从而确认97.8一线阻力有效 那么一旦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那如果追进去可能就被套牢了 所以也是一个有利有弊的方案 因此现在其实就是去关注97.8这一线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如果说你激进看空的话 就是97.8一线 你可以尝试试仓做空 但是这个位置千万不能中仓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 在我看来 美元很有可能在这一周 不会选择一个明确的方向 真正给方向要等到美联储的决议 也就是下周 在美联储的决议之前 市场很有可能会出现波动 但是这个波动不会给出一个明确的指示 这个是大家务必要注意的 同时这一轮下行呢 我们指的是99.674到96.352 这样的一轮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底部 而非对于整体的周线级别 乃至于月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好 这个首先是美元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判定 它现在只是一个震荡 出现了底部的出行 但是没有确认底部结构 没有出现底部结构 这里额外提一点 出现了底部结构 但是最终 它还是以下行为主 这种概率 可能还要比这个位置上坡的概率是要高的 但是这并不足以作为一个入场 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入场的暗示 只不过在这样的一个97.8的位置 对于左侧而言 对于看空美元指数的人而言 这个位置就是最理想的做空机会 好 说完了美元指数 我们再来看一下欧元 那欧元的话 现在其实是处于一个不规则震荡的状态 同时也是接近了这样的一个1.107 或者1.108这样的一个支撑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面 可以去短线看多欧元 毕竟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定的轻微信号 但是从操作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特别大 为什么呢 因为周四即将迎来欧洲央行的决议 那么在此之前 对于欧元是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因为如果说你做的是波段 尤其是你这种日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很有可能会撞上欧洲央行决议 那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 欧洲央行到底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那么在这个时间进场就不太合适 所以欧元是持一个比较清晰的观望态度 而英镑方面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涨势 我们可以看见英镑在这个位置确认上涨之后 给出了一波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拉伸 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拉伸 所以英镑大的趋势就是上涨 但是在快速的上行之后 尤其是这一波这一波上行 它从技术面其实是需要一个回调整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现在的横盘 同时我们如果去在这个位置拉一个趋势线 会发现这个位置是有明确的支撑的 所以英镑大的趋势依然是看多的 思路上的呢 如果激进的话 就是在1.30附近 也就是趋势线附近 可以尝试市仓做多 小仓位做多 那如果说你稳健一点呢 就是等美联储决议之后 再去看英镑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那说完了英镑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日 美日其实我们 把这个缩小 其实看见美日其实是在走一个非常清晰的震荡上行 震荡上行 那么在震荡上行的过程中去尝试做空风险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目标 你的目标是在不断的上移的 那我们来简单化一下 震荡上行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看见随着时间的推移 趋势线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低点是在不断的抬高的过程 低点在不断的抬高 所以之后有可能会是在这里 有可能会是在这里 我们不确定 也就是说阻力在不断的上升 所以你在上方做空 你的空间是在不断的缩小的 所以不是特别划算 同时呢 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去做空 你在这个位置去做空 我们可以看见 它的高点是在不断上移 高点不断上移意味着什么 你的防守成本在不断的上升 一开始你可能是在这个位置止损 接下来你可能要到这个位置止损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随着每日处于一个高位 做空并不是特别可取 它只有可能去尝试低多 比如说你差不多在这个108上方 这个108.5之类之类的地方 可能会有机会 可能会有机会 但是你当前处于一个11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无论你是去尝试做空也好 还是做多也好 都特别的尴尬 所以对每日也是持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观望态度 那说完了每日 我们再来看一下澳纽 澳纽是我认为可能近期 机会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品种 澳元首先来看一下 澳元它在这个日线级别是一个比较明确的盘振 它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盘振 在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 或者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已经构筑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底部 但是在一次 第一次这个破位的时候 它没有成功 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见 它有一波非常清晰的上破 随后价格出现了一轮回调 出现了一这样一轮回调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 它是处于可进可退的一个地步 但为什么推荐它呢 我们要结合美联储的决议来看 如果说澳元在这个位置能够确认支撑 同时美联储决议结束了之后 它能够收出一根足够的阳线 那么澳元它就是对于此前这样的一个底部 结构上破后的回踩确认 上破后的回踩确认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澳元整体的趋势是看多的 澳元未来有可能会是这样走 澳元未来可能会是这样走 所以注意美联储决议之后 也就是下周 澳元最终是能够收出阳线的 那么对于澳元是持一个看多态度 同时我们要关注这里有个小的平台 小的平台差不多在0.69的这样的一个上方 这个位置一旦说收出阳线 日线级别阳线收破了 那么就可以尝试做多澳元了 美联储决议之后 那另一个方面呢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我们看的是纽圆 刚刚为什么说要把澳元纽圆同时看 我们看一看见纽圆 它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头肩底 随后价格一波拉伸 目前走的是什么呢 走的是一轮回调 那如果说美元指数 或者说是美联储决议之后 美元走高 那么纽圆可能会进一步的回调 那么一旦说回调到了0.645附近 也就是原来头肩的这样的一个颈线位置 破位之后回踩确认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介入机会 因为纽圆在这个位置已经确认了底部了 现在也只是一个调整 它如果调整回来了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上车的机会 所以美联储决议之后 如果说美元涨 那么纽圆就会给机会 如果美元跌 澳元就会给机会 所以澳纽这两个品种要放在一起去考虑 至于短线而言并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当然如果说澳元在日线级别收出一根能够超过40点乃至于50点的阳线 那么短线激进的可以去尝试 但也只是激进的 清仓为主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黄金 黄金当前的涨势也是非常明确的 这一波上涨是非常明确的 当前而言更多的只是调整 但是这一轮调整 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盘整的状态中 我们不知道黄金最终会晤怎么走 尤其是两大央行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果 黄金很难会给出一个信号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 如果说要进行操作 首先短线第一个是不建议 第二个 可以去关注一下什么呢 这里拉一个菲波那契 看一下 0.38 这个50%到61.8%这样的一个区间 差不多就是50到25 50到25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 价格是不是会给机会回到这个区间 如果说回到这样一个区间 尤其是回到了00附近 不好意思刚好可恶 回到这个1500乃至于1510 这样的一个比较极限位置 基金可以在这个位置尝试去买入 基金可以尝试去买入 那稳健的话呢还是以等待这个美联储的决议为主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即将迎来这个春节假期 那春节假期虽然说对于国际市场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说大家不常看盘的话 并不建议在春节假期里面持仓 毕竟时间比较久 而且这个过程中还有欧洲央行的这样的一个决议 包括这个美联储在这个春节假期结束之后也有决议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面不太建议大家在现阶段去介入 那白银也是同样的态度 拉一个菲波纳契 整体的趋势看多 现在只是一个回调过程 那么菲波纳契看一下这个68.2 差不多在这个17.4附近 有没有机会 看看有没有机会介入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及一下原油 这个是美油 那美油首先第一点 我们如果只看日线级别 这一轮是一个非常清晰的震荡上行 随后出现了一轮这样的一个急跌 在这个情况下面不要盲目的去做多 不要盲目去做多 可以看见这个急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也意味着什么空头的力量非常强大 空头力量强大情况下面不要盲目去朝底 不要盲目去朝底 第二个如果我们看整体的趋势 其实原油更多的还是走一个宽幅正道的格局 可以看见上方的这个阻力也是比较的清晰 下方的支撑也比较明确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 现在是处于一个中轴附近 你不管去做多也好 做空也好 盈亏比都不是特别合理 盈亏比都不是特别合理 所以原油暂时也可以观望一下 如果说真要做 这里拉一个飞波那气 短线原油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的弱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 可以去关注一下 如果反弹618 那至于反弹这个50% 是不是会有机会 差不多这个62上方 63不到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是不是能够给出机会 如果说没有机会就算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短线可以清仓尝试一下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每日操盘必读 那也是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